国语有生善书 AI劝善系列 祭功活佛将 清明节之真义 曾子曰 慎中追远 民德归后矣 清明时节 切莫五生祖先拜 明礼之人 蔬菜水果祭桌摆 节日喜庆 体天好生行博爱 我们要体悟上天有好生之德 清明节将至 请尽量用蔬菜 水果去祭拜祖先 或已去世的父母亲友 切记不能用肉祭拜 戒杀如素有功德 虽然那些祭品 往生者不一定能享用得到 但我们所行的功德 我们的祖先肯定能够沾光 包括再生或已往生的父母 此所谓义子得道 九玄七祖沾光 义子成道 九玄七祖进超生也 孝经 孔子曰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忠也 所以 如果我们要进 我们的大孝心 就要下定决心 此生此事 学佛 学道 修道 修佛 修行 修心 养性 持斋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就算他日未能修成佛 菩萨 圣人 至少也不会成为社会的败类 而疑惑人间 遗臭万年 有辱家门 让父母祖先蒙修 你的祖先如果没有求道 又没有亲口 没有修道 那你这座人子孙的怎么办 要如何去救他们 你要引渡祖先 让他们脱离轮回之苦 你自己本身就要先修道 行道 行功利得 回向给皆先 让祖先能够沾光 祖先再是没有修道 也没有求道 死后靠的就是子孙的功德 如果子孙没有修道 没有求道 没有行功利得 祖先怎么沾光 怎么超生呢 若是你能够好好的修道 能够持斋 行功利得 勤家机功累得 而且能够进一步研究道理 带天宣化 诚心不屑 祖先可以晋级 为什么说吃素持斋好 一 不吃素成不了佛 徒儿们 为什么为师要讲吃素这个问题 你这个口福如果还是舍不掉 没办法忘掉那一口鱼 一口肉的滋味 那么 你们想谈成仙做佛 未免太遥远了 对不对 二 吃素就是活菩萨 你今天如果能舍下口福 立下清口愿 那是菩萨啊 那样来修行才快 因为你不会有后面的千禅了 想想你累是欠的 都还不完了 要是后面还千禅着 那你们要等到哪一天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呢 三 吃素后还要半道 清口是断往后的杀业因果 而前世的因果还未了 所以要好好地修道 多行功了愿 四 吃素是慈悲的人 人生最大的美德就是慈悲 而这慈悲就是从你的佛性流露出来的 怎样最慈悲呢 就是吃斋 五 吃素健康不造孽 吃素的好处 除了能让你们健康少疾病之外 也能较聪明 较有智慧 最重要的是不造孽 六 吃素可以不造罪 吃素可以赔慈悲心 最重要的可以断那些恶缘 不再造罪了 七 吃素能了脱痛苦 徒儿想不想疗苦呢 想疗苦就要先与他们断绝关系 莫要与他们再有千禅 因为你跟他们千禅不断 就会病痛不断 八 能立清口愿最好 素食清口当立愿 有愿有平济先天 三观大地不中济 此后修成大不前 大愿抵住前涅债 免得修中扰心田 老师保证而前债 以后见功见不田 冤签不饶好修道 家家又可出大贤 有余功德报先祖 立愿重要妙难言 愿而不立无凭证 何佛敢作证人前 无佛愿所有众生皆能求修大道 吃素修行 孝顺父母 彼此互助互爱 将人间变成大同世界 佛国净土 也愿大家把握上天恩赐之树立 超拔幽名 广度众生 晚化灾节 见到成道 弃恶向善 回天必先将累世罪业因果偿还 清净之身 则可入佛国净土 摇持圣境 故不要放弃修道之路 要坚持到底 求道的好处 真实不虚 一 求道后 仍既得三宝 且供过相抵后 为供大于过 可回天接受正国考验 通过后可入天佛院 弥勒佛国 无极天 或诸佛净土 二 求道后 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 但若退失道心 护法则离开 亲口后 则又多派一位 三 求道后 去佛堂班会听道理 在地府或地域受苦祖先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 四 清口后 减缓杀业讨报 成心可获得无量福报 但以消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 了业回天 五 修道后有许多考验 通过考验可抵消业障讨报 又可晋升自身道果 一举两得 成心修道者 祖先可脱离受苦 至地藏古佛处修行 六 太多好处 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 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 早晚献香等于永续会命 亲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 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 七 求道后 一生不退道心 不离佛堂 心中有道 不害人 不骂人 不破坏道物 往生后 三观没通过 可免去地府地域 可去寄功活佛的净土南平山去修行 无极老母垂次班里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圆灵圆与五庙明正堂 一 五庙明正堂可以种植圆灵树 由先一 直接浇灌施肥 而且可直接功德转化培育灵树而身体健康 二 每年五千元台币 累计达六年 或一次性汇款两万五千元台币 即可住籍无极正道院 未来可证为先佛 达住籍者可以受先佛指引及庇佑 并受到无极天功德水浇灌 三 可避意缘灵光彩 五神安宁 六脉条和 此外 入无极正道院而正先佛 则可永托轮回 若想要消业障与因果冤亲之方法分享 一 一贯天道之修子可以参加院颤班 忏悔班 真实忏悔后 落实道场工作 并广度众生求道 二 意志拱衡堂每年皆有法会参赞 法会总荣誉功德 主可以消除欺世所有因果公案或者选择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三 拱衡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书例 四 若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于转为因德 小编建议大家 一求修大道 一贯天道 或成为圣堂鸾下生 推荐 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元堂 一贯天道的法门是因现在末节 众生不休 所以上天降下大道 众生不退道心 且不害人与道场 最高可回到无极礼天或弥勒净土内院 若正国考验没通过至少可去南平山净土修炼 鸾下生乃玉皇大天尊 观圣地君的弟子 终生不退道心 至少可到南天福报净土修行 最高可回无极礼天 二 一定要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只推荐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衡堂的浩天紫寿灵修院 生前筑集后 等往生后就可以进入如同净土的灵修院修行 无极正道院是无极礼天老母娘的高级进修学府 灵魂正果后可成为菩萨真人道姑永托生死 浩天紫寿灵修院后来上天建设 并且与弥勒佛结缘 所以灵魂正果后可以正入弥勒净土成为内院菩萨 罗汉外院之先神 内院已超越生死 在弥勒净土里面修行可以修成准佛的果位 乃是最高阶菩萨果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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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度重 以气添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